除此之外还有那拉乌鲁斯 也就是海西那拉四部 叶赫哈达 挥发乌拉 等部都曾 隶属蒙古 也叫海西蒙古四部 后来被古勒山寨主 野猪皮诺尔哈士吞变 当时的西蒙古为 准戈尔乌鲁斯 多尔布特乌鲁斯 何硕特乌鲁斯 和托尔乎特乌鲁斯 1604年 林丹汉继位后 在阿波海哈拉山 建立查卡奥特 将查卡尔本部分为 左右两亿六个万户 即 阿哈图梦 都图梦 高图图梦 哈纳图梦 中军图梦 与 阿德克 周图图梦 林丹汉是个昏庸的可汗 他把军政大权交给富人掌管 自古以来能领兵打仗的女子是凤毛领角 但他却把嫡系的军队全交给了八大福晋掌管 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美女在执掌查卡尔本部军马 第一个多罗大福晋 称娘娘大福晋 史称娘娘太后是林丹汉正式大福晋 八大福晋之首 同管阿赫图梦沃尔罗 第二个死心图附近 同管高图梦沃尔罗 故又称高图梦附近 在林丹汉逃往青海时 他开始跟林丹汉的下属偷情 都被爱情折磨得昏天黑地了 还哪有心思打仗啊 后来他直接改嫁林丹汉的属下 Jason Chetet Chetet 他算是个明智的女人 嫁给个窝图费男人 你要不主动出轨 早晚都会被动出轨 第三个苏泰大福晋 史称苏泰太后 同管哈纳统盟沃尔罗 故又称哈纳统盟附近 姓耶和纳拉 名苏泰 娘家是海西蒙古寺部的耶和部 第四个是巴特曼奴奇附近 同管都图梦沃尔罗 故又称都图梦附近 姓波尔吉吉特市 名叫巴特曼早 蒙古阿富贺部 他不能 帮替塞出古尔的女儿 第六个 沃尔纳附近 名沃尔纳 同管 阿达赫尔特 同色 沃尔罗 故又称阿达赫尔特 附近 林丹汉死后 被漠北 某一部俘虏 以后就失踪了 林丹汉如此把军政当儿戏 注定他会成为王国之君 当时对黄带基 攻打查哈尔布 需要的不是勇气和物死吉仰 给人的感觉 他更需要的是伟哥 面对来势汹汹的夺气者 林丹巴图鲁大可汗 撒牙子就好 坊间有个很形象的比喻说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 林丹巴图鲁大可汗用一群花姑娘领兵 其结果就是 一大堆白菜被野猪拱得七零八路 黄太极灭掉了查哈尔布 把他们的精锐收编进满巴旗 六大统门 只留下两个虚设的地名 以规划城为中心的土木特和以辽宁 查哈尔山为中心的东土木特 你们让我讲土木特 不知道你们想知道的是哪个土木特 今天我把所有知道的土木特都给你们讲了 其他信息以后有机会慢慢跟大家分享 最后说几句 一个名字不懂得总结过去 那么就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没有未来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淘汰 礼计中庸里有句话 支持者近乎勇 这是成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